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欧丽亚里方 今天我们继续讲讲关于婚姻出轨这样的话题 最近找我做辅导的观众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可见这个现象现在是很普遍 也可能就是因为看到这个视频了所以才来找我 但是这方面的视频的观看量是很高的 可见这个很普遍 在我辅导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针对来辅导观众朋友说的 就是很多人他在发现对方出轨以后 非常伤心难过 觉得被背叛这个很正常 但是他会以为对方想要离婚 不想要这个家了所以才出轨 然后就闹啊然后就提离婚啊 可是到头来呢 他内心其实是不想离的 可能老公也不想离 反而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动的状态底下 什么叫被动呢 就是如果你在知道他出轨的情况下 原谅他 或者对方知道我出轨以后 你依然可以选择原谅他 那就变成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老公非常感激 真的是悔改 然后全身心的回到家庭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哦原来老婆是原谅的 原来我出轨是不用离婚的 老婆是害怕离开我的 他可能更加肆无忌惮的 在外面找小三 或者说要求三人行 所以做太太的就会把自己 放在非常被动的状态底下 那我们今天来说说 为什么一个男人出轨 他不会想要离婚 可以说男人是比较直接的 如果这个婚姻 这个老婆对他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他真的不想要了 他可能会直接跟你提离婚 离婚以后再出去找女人 不香吗 再重新建立一个家庭 不香吗 凡是婚内出轨的人 他必定是因为 他这个婚姻 有他不能离的理由 所以他不得已要到外边 去找出口 这也是在这里奉劝一句小三 你凡是做了别人的小三 凡是做了这个有婚姻家庭的 男人的小三的话 你再想踏入婚姻 其实是非常难的 因为对于男人来说 女人对他的功能性 大过于爱情 所以对于一个男人 家里红旗不倒 外边彩旗飘飘 对他来说利益是最大化的 所以一个男人 怎么可能会让这个 这么好的局面去打破呢 对吧 那这个人 他凡是没有和你离婚 在外边搞小三 就是因为这个婚姻 他有他不能离的理由 男女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 在婚姻里边的老公也好 太太也好 是有机会把老公拉回来的 这个就要靠我们仔细的去分析 研究他出轨的详细理由 然后呢 想办法把他拉回来 那当然有的人挑明 第一个是 因为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 这种情绪 感觉被背叛 就是受不了 凭什么你在外边逍遥 我要忍受 我要发泄情绪 当然这个是我最不提倡的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 发泄情绪 不单解决不了问题 甚至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很多观众朋友都是 闹完了 一括二闹三上吊 又离婚 到最后呢 事情解决不了 又不想离婚 把自己完全处在了一个被动的状态 然后再回来找我 我说可能这个时候你已经晚了 因为你已经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了 你可能就要在一个既不离婚 又要允许他有小三的状态底下 持续你的后半生 所以你在真正要决定反击的时候 一定要思考好 你是不是想要离婚 你能不能离婚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离婚 先分析这一点 因为可不可以离婚 想不想离婚 能不能离婚 这三个点 决定了你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你的强硬度 和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手段 去来逼老公回头 那当然有的人会说 我是为了吓吓他 例如说他只是一个在网上撩骚 我可能去吓吓他 去就是说 知道你了 不要在外边乱来 如果怎么怎么样 我就怎么怎么样 我可以吓吓你 然后他就有收敛 这就是把那些 有贼心没贼胆的人 把他给收回来 让他不要出去到处撩骚 可是实际上 如果已经出轨了的人 他已经踏出这条红线的人 你用这个方法是不好用的 并且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 就在我的辅导当中 我会发现 有的人他在这个婚姻当中 已经非常非常不幸福了 例如和太太之间没有性生活 太太又是很强势 就是态度又不好 总之是又不顾及老公的感受 当然也有反过来的 有女人出轨的男人 就是总之我们不是说去指责哪一方 而是任何婚姻出现问题 它必定是有原因的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如果这个家庭婚姻没有问题 小三是很难插进来的 或者说如果这个婚姻没有问题 这个老公一时之间被诱惑做错事情了 她回来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或者是重归于好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是婚姻本身出现问题 那可能彼此之间就要进行调整 有的女生说我就是做不到 那你自己太太没有办法做出改变 那这个婚姻可能就是已经走到尽头了 如果你们彼此之间已经这么糟糕了 对方依然没有和你离婚 只是搞婚外情的话 有可能一点是 他其实在等待你的发现 他为了孩子 为了财产 或者是为了婚姻名声 他不能离婚 我说过男人可能对于这个实际性的东西 要比爱情更重要 他可能为了这个不能和这个老婆离婚 但是老婆一闹一吵 一要离婚 反而合了他的意 这是我自己想离婚 但是我一直不敢提 或者是我一直内心破不了这个壳 但是太太的一闹一吵 反而更加随了他的意 其实婚姻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离婚收场是最好的 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缘分已经到尽头了 婚姻并不幸福了 可是很多太太真的闹完了 吵完之后才发现 自己不想离婚 很多人说我不甘心 凭什么给小三什么怎么样 实际上是你根本就没有想好 你到底要不要离婚 所以当你发现老公出轨之后的这一瞬间 你第一个要考虑的事情是 我要不要离婚 我能不能离婚 我可不可以离婚 方方面面都考虑好你的条件 你的日后的生活 你的恐惧 你的害怕 你不能离婚的理由 没关系 你都可以把它想好 因为这些东西将会非常有助于你去思考 你跟老公说出来的每一句话 和你去如何处理婚外情这个事件当中 你该怎么处理 因为往往在这个拉扯过程当中 其实比的并不是感情 有的人说我可以讲我的过往 我们曾经多好多好 为了挽回这个感情 但实际上对男人来说 与其你跟他谈感情 过往的一起的生活 倒不如谈谈利益 如果你跟我离婚 你将会失去什么 如果你在外面高小三 你将会失去什么 这个要比你跟他谈感情 谈曾经的过往更好用 但是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的婚姻本身 它已经是有裂缝了 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 那你做再多的努力也是没用的 当然也有的是开放式婚姻 或者说无性婚姻 例如说彼此之间 就是搭个伴 搭个伙 甚至分房睡的 彼此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 就是每天就这么搭伙 过日子的 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 所以很多时候 婚姻走向末端的时候 它其实之前有很多很多前兆的 如果你自己 不去好好的经营你的婚姻 那婚姻走向末路是迟早的问题 但是又回到原点就是 只要彼此不离婚 你们可能就有机会 再重新回到 曾经相爱的一个状态 人家说 哎呀感情淡了 感情没有了 还能恢复原状吗 其实是可以的 像我之前说过 爱情感情它就是一个能量 那它会忽明会忽暗 你加点柴火 它可能又回来了 你泼的冷水 它能感情就淡了 更何况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他爱不爱你 与合不和你离婚 其实没有关系的 是我们女人更在意 你不爱我了 那我们就离婚 但是实际上 对于男人来说 这个婚姻能给到他什么 要远比老婆爱不爱我 更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先留住老公 先留住婚姻 然后花时间去慢慢培养 那个你所谓的爱情 你想人生还长着呢 进水楼台先得月 男人在身边 不有一天会把这个心给暖回来 但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两个人缘分 真的到尽头了 大家也不要硬硬的生拉着 哪怕是开放式婚姻 哪怕是无性婚姻 那是因为彼此找到了 舒服的相处模式 他才能在这个婚姻里边 如果说彼此相看两生厌 彼此就互相讨厌 天天吵架 天天折磨 那这种婚姻 你就算持续下去 不离 可能也会有一个人先死 因为缘分到了 该分开了就是得分开 你又何必赔了婚姻 赔了青春 还要把自己的命给赔进去呢 对不对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情绪 可以发泄 可以哭 可以让自己心情舒畅一点 但是一定要保住自己的身体 因为有些时候 这个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战争 也可能是可以速战速决的 但是这都是你的选择 外人不管别人说什么 都不是在经历你的人生 所以当事人才真正的拥有选择权 这个视频我只是提醒大家 在你还没有确定自己要不要离婚的情况底下 不要轻易提离婚 不然的话 你可能就会把自己放在很被动的一个状态底下 而一个人既然选择婚内出轨 他就必定有不能离婚的理由 这反而是一件好事 那同样的了 如果一个男人他可以完全不离婚 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底下 都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女人的心 那他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家庭 破坏自己的名声 然后才和小三在一起呢 所以当一个女孩子选择做小三的那一瞬间 你就已经被这个男人给吓套了 这个男人如果真的爱你 让他回去离婚 离干净了再回来找你 不然的话 你一边和他发生关系 一边和他搞暧昧 一边给他甜头吃 他这边又不用失去任何东西 就能得到这个东西 他是永远不会离婚娶你的 所以身为第三者 如果你真的想要考验这个男人对你的爱 最好的见证就是让他回家离婚 而你也会发现 实际上一个男人 是很难为了外边的这点甜头 而放弃自己的家产 放弃自己的孩子 放弃自己的婚姻的 所以我希望这个视频给有缘人看到 让你们心里边清楚 整个事件可能并不是你想象的 你所表面看到的那个样子 而对于婚外情 我们说是情感情 但是实际上背后更多的是供需关系 利益关系 自私的自我享受 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能以感情为基础 去作为判断基础 而是以利益 供需 利弊 来先去做判断 冷静的思考以后 再去决定我接下来该做什么 那以后有机会的话呢 我会告诉大家 当你发现这件事情以后 你应该从哪些方面收集资料 该如何去分析 然后接下来该如何去判断 对方的行为来做出 具体的行动 其实这里边用视频讲的内容是非常少的 因为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际关系 每一个 每一对夫妻的性格 它都是不一样的 包括我做辅导这么多案例里面 它的结局也都是花样百出的 所以如果真的有非常 棘手的观众朋友需要帮助的话呢 记得加我的微信 我们可以做预约辅导 好 今天的讲到这里 现在观看也是帮我们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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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